大马佛光山在经历疫情之后 第一次举办大型活动 大马好万人音乐会 以及三规五界典礼 上万名信众也透过这一次的活动 缅怀不久前原济的星云大师 睽違三年 马来西亚佛光山再次举办大马好 为国家祈愿祝导万人青年音乐会 及三规五界典礼 数万人聚集在雪州沙亚南 美拉华地室内体育馆 与千名佛教青年合唱开场主题曲 掀开帷幕 场面庄严盛大 这场万人盛会除了缅怀佛光山 开山祖师 星云大师 也有来自不同年龄层 不同背景的民众遵循传统 参与三规五界典礼 那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会影响大家对佛教的更加的理解 希望他们可以来参与 那这种活动可以让家庭社会和谐 这个就是我的其中之一的原因 既然大师缘继了 我们都知道说大师的给我们的提醒 一直都在心里面的 所以这次难得说 可以聚集了全马一下 各地的这个佛光青年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难得 很殊胜的一个因缘 所以变成说 也是抱这个很感恩 很喜悦的心情来参与 尽管星云大师已经缘继 依然有一群人透过信仰和努力 继续秉持大师的教诲 传承人间佛教的精神 十年前师父就叫我们做好预备 所以今天虽然他人缘极了 他的法长存 所以我们今天在马来西亚 这个大马好 也是师父给我们马来西亚的祝福 所以我在想 师父的精神要传承下去 所以心宝和尚是我们的佛光山的宗长 这次由他来主持 我觉得这个法脉要相传 法水永长流 佛光永普照 多名本地艺人也受邀担任 这次音乐会的表演嘉宾 演唱尤星云大师作词的人间音缘歌曲 包括一半一半 超越距离 我愿等等 我们两个都是第一次的 当然也是透过罗医师的邀请 那我才有这个机会参与 非常感恩 是 那时候收到他的message的时候 我其实很开心 因为就感觉好像是个缘分连结 因为我妈妈很喜欢行云大师 然后在好几年前 她也是有来参与过 我不知道第一届的这个大马好的活动 其实我在16、17岁的时候 有参加过东禅室举办的 携手同源的一个算是生活营 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缘分 跟东禅室有结下一个算是缘分 总之就他们一直长期的 和几位法师有保持联络 所以当德资有这样的活动的时候 然后就如荫法师有联络我 然后义不容辞马上过来 佛光山住持 新宝和尚最后带领上万名法师及信众 手持红色LED蜡烛灯 为我国祈福祝导 为2023大马好万人盛会 画下圆满句点 法度空间黄如燕 沙亚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